民进党又有人被台大认证论文抄袭了 他是谁呢 他是赖清德的爱将蒋洁安 他的国法所论文涉嫌抄袭被台大撤销学位 因此他本人呢 在脸书以签字文回应道歉 但是他强调自己是被胁迫的 不过他同时辞去了客家事务部主任一职 那被点名批评同党同志与学术的前客 对此呢 这个薛云峰也在脸书列了七大点一反击 他指出蒋洁安的脸书发文是蛮直谎言 针对他这个蒋洁安呢 他被撤销学位检举人是游志斌 他今天提出质疑 他说蒋洁安身为赖清德爱将 难道他被检举这抄袭半个月来 赖清德都不知道吗 还要包庇到什么时候 另外带来关注是台风搅局让国军跟对岸 他们两个的演习都取消 民众是怎么看的呢 一起来看 针对蒋洁安的论文被撤销 我想台大一定是在半个月前就找蒋洁安去说明 那赖清德到底是被欺骗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那蒋洁安这一种欺上瞒下 欺骗社会 欺骗赖清德 欺骗客家界的行径 难道赖清德你的幕僚都没有耳闻吗 你还放任蒋洁安在这两周继续的在整个台湾 整个客家界爬爬 尤其是蒋洁安的论文不仅仅是抄袭的问题啊 还有中央大学的论文是找枪手 连枪手都跳出来 整个客家界在大反弹的情况下 你赖清德还置若罔文 你到底是要包庇蒋洁安包庇到什么程度 还是说蒋洁安就是你心中的客家女神 你永远相信蒋洁安是对的 全社会是错的 你永远相信蒋洁安是对的 台大是错的 你永远相信蒋洁安是对的 游志斌是错的 我们看到很多知识界的反弹 那赖清德你除了你如果装死装不知道 我想这把火还会继续烧下去 蒋洁安还会继续的在整个民进党招挑吗 我们对赖清德的世人不明 以及对赖清德的学伦 口口声声的学伦 现在不仅学伦扫地 赖清德的信赖也完全的扫地 感到非常的遗憾 来政治话题带来关注是有党政真香 如果你是小婴男孩那就更棒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升官发财总是有你一份 谁呢 他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好那陈吉仲现在升官了 他主委变部长 他要接第一任的这个农业部长 那主要是农委会改制变成农业部 8月1号会正式挂牌 因此呢这个人家陈主委现在变成部长了 陈吉仲接任首届的农业部长 好这件事情呢这个立委王宏威 他就说反正民进党官做的越烂 你有没有发现他反而升官升得越高 而且升得越快 王宏威还说这陈吉仲曾经在淡荒的时候说 如果这个淡荒的问题没有解决 他会之所进退 搞了半天 朋友啊他根本没有退 反而更进一步升格成为农业部长了 好他现在是部长哦 搞清楚了 好另外呢这个曾明宗他则是表示 这个陈吉仲号称是小婴男孩 当主委101招就是不住大撒币 好他说要不是蔡英文总统立庭呢 这个陈吉仲早该下台了 现在看起来他不但没有下台 人家是他升官变部长了 那这个大家都要讨论啊 农委会升格成这个部会原有的问题 就改善了吗 我们来关注是这个立委张其璐 他表示 他说农委会变成农业部是旧瓶装新酒 根本是换汤不换药 而且你看掌门人一样嘛 都是这个陈吉仲对吧 所以他认为原有的问题 恐怕难以突破 确实是点出问题点 掌门人一样真的会有进步吗 那专家认为啊 这个农委会改成这个农业部会更好吗 我们来关注是林玉宏他表示了 他说农委会呢改成农业部会更好吗 农委会呢曾经发生一堆荒谬的事情 实在没有恭贺的心情啊 而且哦他表示如今看来 你看到农业部的成立 重点不在于能不能做事 而是掌门人能不能听话 好学者就认为哦 学者应该有一些基本的坚持 但是你看到这个薛富盛 陈吉仲他们通通都是小婴男孩 好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农委会的前主委 陈宝基他表示了 他说台湾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发现吗 全世界到底有哪一个国家 补贴进口农产品的 但是我们农委会呢 这个接连补贴进口的鸡蛋啊 猪肉啊 反而是伤害台湾的农业 伤害台湾的农民 而且呢他点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农委会最近七年来的执政 反而让台湾的农业退步了 网友怎么说呢 网友的看法就是说 哇真的很想知道 这个陈吉仲他到底有什么能力跟贡献 有没有可以一直赖着不走 赖着不走之外 人家升官了 羡不羡慕 好那还有网友就说 又多了一个理由来下架民进党了 那同时也有人说 这个农委会的主委陈吉仲啊 他只会呼口号撒钱 台湾农与月真的是惨兮兮 好不管网友怎么样 他现在升官了 好还有另外一个这部会的改革 主要是这个环保署八月 也陆续要升格成为环境部了 谁来接部长呢 好他是国立中兴大学的校长薛富胜 他要接任第一任的环境部长 那之前呢 这个环保署的署长张子敬 他则是转任行政院的政务委员 好这个人事安排还有一个争议 什么争议呢 立委陈娇华他就点出了 过去他多次反对张子敬 来接任环境部长 而且呢他说是张子敬啊 他曾经这个包庇性骚惯犯 没有依法调查等等 整个案件都还没有调查结束 那你看到现在张子敬呢 他是任政委 难道行政院没有人才了吗 好我也想问你看党政 有党政是不是真的很香呢 那除了有党政真香之外 但来关注是你我的纳税钱 到底都花去哪里了 民进党呢自从这个蔡总统执政以来 他们把编列特别预算常态化 七年多来在蔡总统的任内 提出了11项的特别预算 加加起来总金额高达了 2兆955亿元 审计部呢最新报告指出了 最近我们的政府编列 多项的特别预算 都是以举债来支应的 截至到2022年的年底截止呢 现在呢这个债务没有偿还的余额 已经高达了5兆6997亿元 在党立委痛逼了 民进党政府透过了编列 这所谓的特别预算 规避了公共债务法的债务上限 那从这个情况就变成 从过去债留子孙变成了 债留曾孙了 好有意识到他的严重性了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 到底台湾缺不缺电呢 我们的蔡总统告诉我们不缺电 经济部长王美华也保证不缺电 台湾不缺电 但是你看到时不时嘛 对不对 经常有所谓的跳电啊 或者是说什么松鼠啊 把这个电线又怎么了 所以又停电了 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我们政府此刻告诉大家 不缺电 台湾就是不缺电 而且呢蔡政府喊出了要废盒 行政院长这个陈建仁他还说 目前台湾光电再加上风电 发电量已经高达了32% 这个数字呢网友抓包了 网友说就连刮台风 风力发电不过是只有0.5% 比平常还要低 因此网友嘲讽 如果台湾是全面废盒 难道我们老百姓未来 真的得要点蜡烛过日子吗 蔡英文狂喊2025非 何家原旅电要达到20% 陈建仁今年三月更夸口 说风电加上光电的发电量占比 已经高达32% 但网友大抓包说风力发电 其实只占0.2% 有时候甚至只有0.18% 网友更嘲讽 就算台风来了 摊开发电配比发现 光电只占了1.891% 而风电也只有0.54% 因为台风的时候 风机是不能开的 每秒超过25公尺 它就不能开 因为发挥损坏 那你要知道随便一个台风 轻度台风 随便都二三十以上 所以风力在台湾 怎么会是一个好用的东西呢 它根本就不能够拿来当 主要的电力使用 今天其实光电 没有办法发挥太多 因为台风过境嘛 云层比较厚 风太大 其实风机 为了确保它的安全运转 一般是不会让风机运转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风电的占比也不会太高 网友崩溃 也批评一个台风来 没阳光没光电死翘翘 风电供电量还什么好笑 真的非核后 我们要点蜡烛了吗 隔魁怎么会拿光电发电 有32%来骗大家 陈建仁说台湾是开发风电的点半 我看是开发风子的点半 这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 中午12点半 那一瞬间 风力跟光电加起来 大概31.2% 就接近32% 所以他就拿那一瞬间来跟你讲 你为什么不拿晚上来看呢 晚上你能够发出光电 我跟你讲 台湾真的就世界点半 台湾现在已经不是在科学治国 台湾现在叫邪教治国 是民进党得永生 蔡政府狂捧飞和神主牌 狂喊光电风电好棒棒 但就怕说得吓死人 发电量却笑死人 记者让七号学过好 台北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对手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